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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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记 此日依亲 尚有香 浦东寺怀骨 起酒 小红骨剑 醉身轻 丝椰偷鞋 墙搓成 虽被夫人拾吊起 已经勾引 彼同行 梅花灌怀骨 起石 不在梅边 在柳边 各中谁时 话缠绢 团圆墨逸 春香道 一别西风 又一年 众人看了都称奇道妙 宝钗先说道 前八手都是使剑上有据的 后二手却无考 我们也不大懂得 不如另做两手为事 黛玉盲蓝道 这宝姐姐也推浇筑骨色 浇入造作了 这两手虽于使剑上无考 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 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 那三岁孩子也知道 何况咱们 这话真是了 况且她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 这两件事虽无考 古往今来 以鹅传鹅 好事者竟故意地弄出这古迹来 以鱼人 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 单是官夫子的坟 倒建了三四处 官夫子一生事业皆是有据的 如何又有许多的坟 自然是后来人敬爱她生前为人 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 也是有的 极致看广于记上 不止官夫子的坟多 自古来 有些名望的坟就不少 无考的古迹更多 如今这两手虽无考 凡说书唱戏 甚至于求的千赏皆有助批 老小男女俗语口头 人人皆知皆说的 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乡牡丹的词曲 怕看了邪书 这竟无妨 只管留着 宝钗听说 方罢了 大家猜了一回 皆不是 冬日天短 不觉又是前头吃晚饭之时 一起前来吃饭 因有人回王夫人说 习人的哥哥花字风镜来说 他母亲病重了 想他女儿 他来求恩典接习人家去走走 王夫人听了便道 人家母女异常 岂有不许他去的 一面就叫了凤姐来 告诉了凤姐 命卓亮去办理 凤姐答应了 回至房中 便命周睿家的去告诉习人缘故 又吩咐周睿家的 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 你两个人 再带两个小丫头子 跟了习人去 外头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 要一辆大车 你们带着坐 要一辆小车 给丫头们坐 周睿家的答应了 才要去凤姐肉道 那习人是个省事的 你告诉他 我说的话 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 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 包袱也要好好的 手炉也要拿好的 临走时叫他先来我瞧瞧 周睿家的答应去了 半日果剑席人穿带来了 两个丫头与周睿家的 拿着手炉与衣包 凤姐看着席人头上 带着几只金钗珠串 到华丽 又看身上穿着 桃红白紫克斯 银鼠袄子 葱绿盘金锦绣棉裙 外面穿着青段灰鼠卦 丰姐笑道 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 赏了你倒是好的 但纸这褂子太素了些 如今穿着也冷 你该穿一件大毛的 席人笑道 太太就只给了这灰鼠的 还有一件银鼠的 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 还没有得呢 我倒有一件大毛的 我嫌封毛出不好了 正要改去 也罢 先给你穿去吧 等年下太太给做的时节 我再做吧 只到你还我一样 众人都笑道 奶奶惯会说这话 成年家大手大脚的 替太太不知背地里 赔电了多少东西 真真的赔的是说不出来 哪里又和太太算去 偏这会子 又说这小气话取笑 太太哪里想得到这些 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 再不照管 也是大家的体面 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 把众人打扮体统了 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 一个一个像烧糊了的卷子似的 人先笑话我当家 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 众人听了都坦说 谁似奶奶这样盛名 在上体贴太太 在下又疼顾下人 一面说 一面只见凤姐儿 命平儿将昨日那件 石青克斯八团天马皮挂子 拿出来 与了袭人 又看包袱 只得一个 檀墨花灵水红里的 夹包袱 里面只包着两件 半旧棉袄与皮挂 凤姐儿又命平儿 把一个玉色里的 多了泥的包袱拿出来 有命包上一件雪挂子 平儿走去拿了出来 一件是半旧大红 星星毡的 一件是大红雨沙的 袭人道 一件就当不起了 平儿笑道 你拿这星星毡的 把这件顺手拿浆出来 叫人给行大姑娘送去 昨儿那么大雪 人人都是有的 不是星星毡 就是雨断雨沙的 十来件大红衣裳 引着大雪好不起着 就指她穿着那件 旧沾斗篷 越发显得拱尖缩背 好不可怜见的 如今 把这件给她吧 凤姐儿笑道 我的东西 她私自就要给人 我一个还花不够 在天上你提着 更好了 众人笑道 这都是奶奶素日 孝京太太 疼爱下人 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 只以东西为事 不顾下人的 姑娘哪里还敢这样了 所以知道我的新的 也就是她 还值三分罢了 说着又嘱咐习人道 你妈若好了就罢 若不中用了 只管住下 打发人来回我 我再令打发人 给你送铺盖去 可别使人家的铺盖 和梳头的家伙 又吩咐周瑞家的道 你们自然也知道 这里的规矩的 也不用我嘱咐了 周瑞家的答应 都知道 我们这区的那里 总叫他们的人回避 若住下 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 说着 跟了习人出去 又吩咐预备灯笼 遂坐车往花字方家来 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 又将怡红院的嬷嬷 换了两个来 吩咐道 习人只怕不来家 你们素日知道 那大丫头们 哪两个知好歹 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 你们也好生照管着 别由着宝玉胡闹 两个嬷嬷去了 一时来回说 派了秦文和摄约在屋里 我们四个人 原是轮流着 代管上夜的 凤姐听了点头道 晚上催她早睡 早上催她早起 老嬷嬷们答应了 自回园去 一时 国有周睿家的带了信 回凤姐说 西人之母夜已停床 不能回来 凤姐回名了王夫人 一面着人往大观园 去取她的铺盖庄莲 宝玉看着秦文摄约二人 打点妥当 送去之后 秦文摄约接蟹残装 拖换过裙袄 秦文只在熏龙上围坐 摄约笑道 你今儿别装小姐了 我劝你也动一动 秦文道 等你们都去静了 我再动不迟 有你们一日 我且受用一日 好姐姐 我铺床 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 上头的滑子滑上 你的身量比我高些 说着便去与宝玉铺床 秦文嗨了一声笑道 嗨 人家才做暖和了 你就来闹 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 想西人之母 不知是死是活 忽听见秦文如此说 便自己起身出去 放下镜套 滑上消息 进来笑道 你们暖和吧 都完了 秦文笑道 终究暖和不成的 我又想起来 汤婆子还没拿来呢 摄月道 这难为你想着 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 咱们那熏龙上暖和 比不得那屋里抗冷 家儿可以不用 这个话 你们两个都在上头睡了 我这外边没个人 我怪怕的 一夜也睡不着 我是在这里睡的 摄月往他外边睡去 说话之间 天一二更 摄月早已放下连麦 一灯炷香 服侍宝玉卧下 二人防睡 秦文自在熏龙上 摄月便在暖阁外边 至三更以后 宝玉睡梦之中 便叫习人 叫了两声 无人答应 自己醒了 方想起习人不在家 自己也好笑起来 秦文一醒 因笑唤摄月道 连我都醒了 他守在旁边还不知道 真是个挺死尸的 摄月翻身 打个哈气笑道 那叫习人 那叫习人 在习人家阁上取了 他在习人家 在习人家阁上取了茶碗 先用温水涮了一涮 向暖壶中 倒了半碗茶 地狱宝玉吃了 地狱宝玉吃了 自己也竖了一竖 吃了半碗 秦文笑道 好妹子啊 也赏我一口 摄月笑道 越发上脸了 好妹妹 明儿晚上你别动 我服侍你一夜 如何 摄月听说 只得也服侍她竖了口 到了半碗茶 与她吃过 摄月笑道 你们两个别睡 说着话 我出去走走回来 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 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 我们说话 你只管去 一面说 一面便嗖了两声 摄月便开了后门 掀起沾连一看 果然好月色 秦文等他出去 便欲吓他玩耍 仗着素质比别人气壮 不畏寒冷 也不披衣 只穿着小耳 便捏手捏脚地下了熏龙 随后出来 宝玉笑劝道 看洞着 不是玩的 秦文只摆手 随后出了房门 只见月光如水 忽然一阵微风 只觉亲机透骨 不禁毛骨森然 心下自私道 怪的人说 惹身子不可被风吹 这一冷果然厉害 一面正要下摄月 只听宝玉高声在内道 秦文出去了 秦文忙回身进来 笑道 哪里就吓死了他 偏你 管会这些些遮遮 老婆还像的 倒不为吓坏了他 一则动着也不好 二则他不防 不免一喊 躺货吓醒了别人 不说咱们是玩意 倒反说习人才去了一夜 你们就见神见鬼的 你来把我这边的背掖一掖 秦文听说 便上来掖了掖 伸手进去 物语物识 宝玉笑道 好冷手 我说看洞着 一面又见秦文两腮 如胭脂一般 用手摸了一摸 也觉冰冷 宝玉道 快进背来呜呜吧 一语未了 只听咯噔的一声门响 摄月慌慌张张的笑了进来 说道 哎呦 吓了我一跳好的 黑影子里 山子石后头 只见一个人蹲着 我才要叫喊 原来是那个大警机 见了人一飞飞到亮出来 我才看真了 若冒冒失失一嚷 都闹起人来 一面说 一面洗手 又笑道 秦文出去我怎么不见 一定是要吓我去了 这不是他 在这里雾呢 我若不叫得快 可是到吓一跳 也不用我下去 这小蹄子已经自怪自惊的了 一面说 一面扔回自己背中去了 摄月道 你就这么跑捷马似的 打扮得零零利利的出去了不成 可不就这么出去了 你死也不减个好日子 你出去站一站 把皮不动破了你的 说真 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接起 拿灰锹 重将熟炭埋了一埋 捏了两块塑香放上 仍旧照了 置屏后重提了灯 方才睡下 秦文因方才一冷 如今又一暖 不觉打了两个喷嚏 宝玉谈道 如何 到底伤了疯了 摄月笑道 他早起就让不受用 一日也没吃饭 他这回还不保养些 还要捉弄人 敏儿病了 叫他自作自受 头上可热 秦文嗖了两声说道 不相干 哪里这么娇嫩起来了 说着只听外间房中 石井阁上的字鸣钟 当当两声 外间直宿的老嬷嬷嗖了两声 因说道 姑娘们睡吧 明儿再说吧 宝玉方悄悄地笑道 咱们别说话了 又惹他们说话 说着 放大家睡了 这次日起来 秦文果觉有些鼻塞生重 懒得动他 宝玉道 快不要声张 太太知道 又叫你搬了家去养溪 家去虽好 到底冷些 不如在这里 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 我叫人请了大夫 悄悄地从后门来瞧瞧就是了 虽如此说 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 不然 一时大夫来了 人问起来 怎么说呢 宝玉听了有理 便唤了一个老嬷嬷吩咐道 你回大奶奶去 就说秦文白冷着了些 不是什么大病 西人又不在家 他若家去养病 这里更没有人了 传一个大夫 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瞧瞧 别回太太罢了 老嬷嬷去了半日 来回说 大奶奶知道了 说吃两剂药 好了便罢 若不好时 还是出去为事 如今时期不好 恐粘袋了别人是小 姑娘们的身子要紧的 秦文睡在暖阁里 只管咳嗽 听了这话 气得喊道 我哪里就害文病了 只怕过了人 我离了这里 看你们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 说着便真要起来 宝玉盲暗她 吓道 别生气 这原是她的责任 唯恐太太知道了说她 不过白说一句 你苏西好生气 如今干火自然胜了 正说时 人回大夫来了 宝玉便走过来 避在书架之后 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嬷嬷带了一个大夫进来 这里的丫鬟都回避了 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秀蔓 秦文从慢中单伸出手去 那大夫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 足有三寸长 上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 便忙回过头来 有一个老嬷嬷忙拿了一块手帕掩了 那大夫方枕了一回脉 起身到外间 向嬷嬷们说道 小姐的证是外感内质 今日食气不好 竟算是个小伤寒 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 风寒也不大 不过是血气圆弱 偶然粘袋了些 吃两集要疏散疏散就好了 说着便又随婆子们出去 彼时李婉姨遣人 知会过后门上的人 及各处丫鬟回避 那大夫只见了园中的景致 并不曾见一女子 一时出了园门 就在守园门的小四们的班房内坐了 开了药房 老嬷嬷道 你老且别去 我们小爷啰嗦 恐怕还有话说 大夫忙道 方才不是小姐 是位爷不成 那屋子竟是绣房一样 又是放下帽子来的 如何是位爷呢 我的老爷 怪到小四们才说 今儿请了一位新大夫来了 真不知我们家的事 那屋子是我们小哥的 那人是他屋里的丫头 倒是个大姐 哪里的小姐 若是小姐的绣房 小姐病了 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 说着 拿了药房进去 宝玉看时 上面有紫苏 结梗 防风 金戒等药 后面又有 紫石麻黄 宝玉道 该死 该死 他拿着女孩们 也像我们一样的痣 如何使得 凭他有什么内痣 这紫石麻黄如何金得 谁请了来的 快打发他去吧 再请一个熟的来 老婆子道 用药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这里 如今再叫小四 去请王太医去到容易 只是这大夫 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来的 这叫码钱是要给他的 给他多少 少了不好看 也得一两银子 才是我们这门户的礼 王太医来了 给他多少 王太医和张太医 每常来了 也并没个给钱的 不过 每年四节一朵送礼 那是一定的年利 这人新来了一次 须得给他一两银子去 宝玉听说 便明涉月去取银子 涉月道 花大奶奶 还不知哥在哪里呢 我常见他在 罗电小柜子里取钱 我和你找去 说着 二人来自宝玉堆东西的房子 开了罗电柜子 上一格子都是些笔墨 扇子 香柄 各色荷包 汉金等物 下一格 却是几穿钱 于是开了抽屉 才看见一个小布勒内 放着几块银子 倒也有一把等子 涉月便拿了一块银子 提起等子来问宝玉 哪是一两的银儿 你问我 有趣 你倒成了才来的了 摄月也笑了 又要去问人 宝玉道 捡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 又不做买卖 算这些做什么 摄月听了便放下等子 捡了一块颠了一颠 笑道 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 您可多些好 别少了 叫那穷小子笑话 不说咱们不时等着 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 那婆子站在外头抬鸡上笑道 那是五两的钉子夹了半边 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 这回子又没加减 姑娘收了这块 再减一块小些的吧 摄月早演了柜子出来 笑道 谁又找去 多了些你拿了去吧 你只快叫明烟再请王大夫去就是了 婆子接了银子 自取料理 一时明烟果请了王太医来 诊了脉后 说的病症与前相仿 指示方上果没有指食 麻黄等药 倒有当归 陈皮 白勺等 药质分量 教先也减了些 宝玉喜道 嗯 这才是女孩们的药 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 九年我病了 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 她巧了 还说我经不起麻黄 石膏 纸石等老虎药 我和你们一比 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 你们就如秋天云二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 连我经不起的药 你们如何经得起 摄月灯笑道 野坟里只有杨树不成 难道就没有松白 我最闲的是杨树 那么大笨树 叶子只一点子 没一丝蜂它也是乱小 你偏比它也太下流了 松白不敢比 连孔子都说 碎寒然后织松白之后凋液 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 不怕羞丧的才拿它混笔呢 说着只见老婆子取了药来 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 救命在火盆上煎 秦文银说 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 弄得这屋里药器 如何使得 药器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 神仙采药烧药 再者高仁义是采药制药 最妙的一件东西 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 就只少药香 如今恰好全了 一面说一面早命人微伤 又嘱咐摄月打点东西 前老嬷嬷去看席人 劝她少哭 依依妥当 方过前面来 贾母王夫人处问安吃饭 正知凤姐和贾母王夫人商议说 天又短又冷 不如以后大嫂子 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 一样 等天长暖和了 再来回地跑也不妨 王夫人笑道 这也是好主意 刮风下雪到便宜 吃些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 空行走来 一肚子冷风 压上些东西也不好 不如后园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 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 挑两个厨子 女人在那里 单给她姊妹们弄饭 新鲜菜书是有奋力的 在总管房里支去 或要钱或要东西 那些野鸡 章袍 各样野味 分鞋给他们就是了 贾母道 我也正想着呢 就怕又添一个厨房 多适些 并不多适 一样的奋力 这里添了 那里减了 就便多费些事 小姑娘们冷风硕气的 别人还可 第一 林妹妹如何禁得住 就连宝兄弟也禁不住 何况众位姑娘 正是这话了 上次我要说这话 我见你们的大事太多了 如今又添出这些事来 要之端地 听友您好 欢迎您回来 我是张国立 在这儿陪您读《红楼梦》 这一回啊 薛宝琴写了十首怀骨诗 每一首诗都写一件古代的事 或者古代的人 同时呢 这诗又是个谜语 隐藏着一件东西 我们一手一手看一下 第一首 赤壁怀骨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流鸣性在空舟 宣田一句 悲风冷 无限阴魂在内游 这首诗写的是三国时期 著名的赤壁之战 说孙刘联军放了一把火 把在船上曹军的军队 烧死很多 谜底是法船 法船是一种用纸壶成的船 上面扎着念经的纸盒上 做法事的时候把法船烧掉 和这首诗表达的火烧赤壁 比较接近 第二首 这首写的是东汉大将马元 平定交旨叛乱 在交旨树立同住 确定汉朝国界的事 说他的功劳非常大 和西汉开国功臣张良一样 这首诗的谜底是喇叭 喇叭也是用铜铸造的 经常在行军打仗的时候 用来集合指挥部队 第三首 中山怀骨 名利何曾伴辱身 无端被诏出凡尘 千连大抵 难修绝 莫怨他人 嘲笑贫 这首诗写的是南齐周勇的故事 周勇表面隐藏起来 可是朝廷一征召他 他立马就出山了 另一位文学家 孔志龟就写文章嘲讽他 这首诗的谜底不是很确定 一种说法认为是耍猴 耍猴的时候 猴是被绳子拴着牵着 让围观的人嘲笑 和这首诗的后两句意思相近 第四首 怀阴怀骨 壮士虚防恶犬期 三骑未定盖棺石 既言世俗修清笔 一犯之恩 死也知 这首写的是韩信的故事 韩信年轻的时候被人欺负 遭受胯下之辱 又得到了嫖母的帮助 经常给他饭吃 后来他功成名就 被封为楚王 用一千金回报了当年帮他的嫖母 这首诗的谜底是打狗棒 谜底从第一句 壮士虚防恶犬期就能看出来了 第五首是 广陵怀骨 缠造压期转眼过 随低风景尽如何 这首诗写的是随阳帝开通大运河 下江南扬州游玩的事 谜底是柳絮 因为随阳帝当年命人 在运河堤坝上栽了很多的柳树 第六首 陶叶渡怀骨 摔草闲花硬浅池 陶之陶叶总分离 六朝凉动多如许 小赵空悬必上提 这首诗写的是 东晋王献之在陶叶渡 唱歌送别他的小借陶叶的故事 谜底是团善 团善是一种圆形有霸的善 和团圆意思相关 正好和这首诗表达的不忍分离 渴望团圆的意思相近 第七首 青肿怀骨 黑水茫茫 烟不流 冰弦波进 取忠愁 汉家制度 陈勘探 出力 英残 万古修 这首诗写的是 昭君初赛的故事 王昭君死以后 他的坟墓被称作清肿 诗中出现了黑水 弦这些异象 所以这一首的谜底 是墨斗 墨斗啊 是以前木匠 用来标记直线的一种工具 在一个小木斗里 缠着一团线 里面装着墨汁 线都被染黑了 把线抽出来 绷直了 在要标记的东西上 一弹 就会弹出一条直线来 第八首 马为怀骨 寂寞之痕 自汉光 温柔一旦 赴东阳 只因宜得风流济 此日衣钦尚有香 这首诗写的是 杨贵妃 在马为波被迫自杀的故事 谜底是遗造 类似我们现在的肥皂 洗衣服用的 最后一句 此日衣钦尚有香 表现得比较清楚 第九首 浦东四怀骨 小红骨剑 醉身轻 丝爷偷鞋 墙搓成 虽被夫人识掉起义 隐形勾引 彼同行 这首诗写的是 《西乡记》里的故事 红娘为崔英颖和张生 牵线搭桥 搓合成了一对 谜底是人们常玩的骰子 从前骰子 大多数都是有骨头做的 所以诗中出现了 骨剑最身轻 要搓成一团 然后制出去 所以诗中有 撕椰偷鞋 墙搓成 这样的句子 第十首 梅花灌怀骨 不在梅边在柳边 各中随时画蝉涓 团圆末逸 春香到 一别西风 又一年 这首诗写的是 牡丹亭的故事 杜丽娘死而复活 和柳梦梅结尾夫妻 谜底不明确 护花主人认为 谜底是完善 和前面团善类似 也和团圆有关 薛宝琴这十首诗谜 有几个谜底是确定的 比如发船啊 打狗棒啊 墨斗 骰子 有些谜底 不大确定 您也可以琢磨一下 他们的谜底 究竟是什么 好了 我是陪您读 《红楼梦》的张国立 我们下次继续 大家好 我是李娟 欢迎收听 我的《红楼梦》导读 今天 我们读到了 《红楼梦》的第五十一回 这一回 先延续了 前一回作诗的情节 而这个部分 就是回幕上的 薛小妹 心编 怀骨诗 接着呢 就写习人的母亲病重 凤姐不但恩准习人 回家醒亲 还送给她 种种华贵的穿戴 把她打扮得提筒以后 才让她坐车回去 而习人一离开 怡红院就由社月 秦文 这两个丫鬟 负责主管 生活也更宽松自由了 他们居然在冬天 寒冷的晚上 还到户外玩闹 以致秦文得了感冒 宝玉 私底下找了一个 陌生的大夫进来看诊 发生了一段误诊的故事 这就是回幕上的 胡庸医乱用 虎狼药 讲完了这一回的 大概情况 我要提醒大家 这一回的三个重点 都是一般读者 很容易误会的地方 第一个重点 那就是 这一回具体展示了 宝琴所写的 怀骨诗诀句 一首诗 一个地点 而这十个地点 就印证了宝琴 行脚天下的特殊履历 和一般闺秀 大意齐去 不过呢 这十个古迹里 居然有两个 是虚构的 浦东寺和梅花冠 而且 这两个地方 是出自于 西香记和牡丹亭 那么这就产生争议了 毕竟 这两部戏曲小说 采用了 才子家人的主题 内容又涉及男欢女爱 是朝廷屡次下诏 抨击的禁书 大家闺秀啊 完全不宜 果然 宝钗一听完 就立刻反对这两首诗 建议宝琴 另外再做两篇 而戴玉 又反对宝钗的建议 我们看到这里 一般人很容易误会 这两个人 又对立了起来 其实宝钗和黛玉 根本都抱持着 同一种价值观 那就是千金归秀 确实不可以读这些禁书 只不过 黛玉是用另外一个理由 来保留这两首诗 也就是 只要资讯来源 是看戏 而不是看书 那就完全合法了 我要请大家认真留意到 黛玉的这个理由 获得了探春和李丸的肯定 李丸还说了一大篇的深论 一方面支持了戴玉的说法 可是也支持了宝钗反对的原因 你看他说 凡说书唱戏 甚至于求的签上 皆有助批 老小男女 俗语口头 人人皆知皆说的 况且又并不是看了 西乡牡丹的词曲 怕看了邪书 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发现 只要来源 是说书唱戏 这一类大众化的社会传播管道 那就是龟秀们 可以接触的资讯 可是 西乡记和牡丹亭的文字版 仍然还是写书 绝对不可以碰触 由此可见 同样是西乡记和牡丹亭的题材 对大家龟秀来说 听戏是可以的 但看书不行 这两种途径 就决定了合法或犯禁的不同结果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吧 为什么原非行进的时候 可以点牡丹亭里的一出 离魂 这一点也没有矛盾了 并且呢 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他们点了这些才子家人的爱情戏 就以为 他们会接受自由恋爱 婚姻自主的观念 这可是想当然的过度推论呢 讲完了金钗们对这两部爱情戏曲的真正态度 我们就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一回的第二个重点了 那同样也证明了 《红楼梦》是反对才子家人的故事的 大家看 秦文只是个丫鬟 看个医生就要如此的如临大敌 一路上门禁重重 何况真正的千金小姐 那位新来的医生不明就里 就像我们普通平民 不懂贵族阶层的礼教规矩一样 于是误会她来看诊的秦文 是位千金小姐 这里啊 曹远行就借着老妈妈之口 特别的说明 怪到小四们说 接而请了一位新大夫来了 真不知我们家的事 若是小姐的绣房 小姐病了 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 听完了这一段话 大家想一想 原来贵族的家门禁森严 尤其注重男女之别 里外之房 连正当的医生进来看病 都得严加介护 遑论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像才子家人故事一样 那么容易的就见到千金小姐 而且还一见钟情 互许终身 所以说这一点 再度补充了曹雪芹 对才子家人故事的真正态度 那就是反对和嘲讽 至于这一回的第三个重点 是有关大家对王熙凤的误解 也许是凤姐一直太强悍了 所以我们总是忘了他很正派 善良的那一面 而曹雪芹就借由习人回家 醒亲奔丧 展现出凤姐李家 其实是用心良苦 牺牲惨重 他除了东挪西凑 费心作账以外 还要出钱赔店 吃了许多暗亏 你看 这时候他不但把自己的毛大衣 给习人穿回娘家 还宽慰他说 等过年的时候 太太给座衣上的时节 我再做吧 只当你还我一样 他这么说 是为了以免习人心里有负担 所以这时候 众人都笑说 奶奶惯会说这话 陈年家大手大脚的 替太太不知背地里 赔店了多少东西 真真的赔的是说不出来 哪里又和太太算去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们再看 随后贫儿去取衣服的时候 竟然加码 顺手多拿出一件 大红羽纱的 她是要送去给贫寒的行锈烟 而凤姐看了 不但没生气 还笑着说 我的东西 她私质就要给人 我一个还花不够 在天上里提着 更好了 众人听了就笑说 这都是凤姐素日孝敬太太 疼爱吓人 不是个小气的人 否则 平姑娘哪里还敢这样做 我们由此可见 凤姐其实是一个照顾下人 慷慨付出的人 而关键就在于 对方值不值得对她好 以行锈烟来说 前面第49回就提到 凤姐冷眼看行锈烟的心性为人 竟不像行夫人 以及她的父母一样 其实她是个温厚可疼的人 因此 凤姐连她 家贫命苦 所以比别的姐妹 多疼她一些 甚至 还比照迎春的奋力 送一份月钱 给行锈烟 这展现的 正是雪宗送炭的高贵精神呢 这么一说 我们就想到前面 所提到过的最金刚尼尔 她也有这一种 因人而始的侠义 不就和凤姐很像吗 而且也恰恰好 这两个人 都拥有泼皮的评价 可见哪 曹雪芹真是用心巧妙 我们读小说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偏盖全呢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